当中排第一的大家来看到的就是中央银行总裁彭怀南 彭怀南是财经团队当中常常都是名列前茅 他的满意度高达5成5 而根据最新公布外汇存底在当前不景气之下 还能够比上个月成长 这位可以人称是台湾的葛林斯潘 新台币先生他到底有什么专业魅力呢 我们的报道 有没有听错 全球这么不景气 央行公布的台湾最新外汇存底 能够达到2917.07 还能比上个月增加110.22 央行总裁彭怀南功力了得 也难怪在民间声望高达5成5 财经官员排名第一 对抗不景气欧美各国纷纷高举货币政策 利率砍到零 而彭怀南硬是宣告台湾不会进入零利率 大陆 美国是两码三码的将 而彭怀南却坚持每次只降一码半码 严守新台币32块5大关 这位外资口中的外汇杀手 却是台湾备受尊崇的新台币先生 台湾的葛林斯盘 根据全球金融杂志 公布中央银行总裁各国评比结果 央行总裁彭怀南连续三年 获得代表杰出的A 而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博南克 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都只获得表现贫贫的C 而从1998年担任央行总裁以来 近三年 年年得A 比起两位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强势对专业寸步不让 在台湾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刻 这位台湾葛林斯盘 都表了是对财经界最强韧的坚持 中天新闻过往书上这位 请不吝点赞